一名同盟军士兵抡起大锤砸向南天门山上的佛塔,视频发到网上后,在缅甸网络疯传,这一锤让同盟军成了众矢之地。 缅甸的主要媒体都报道了该事,亲军方媒体如获至宝,不遗余力地宣传,缅甸军政府发言人佐敏吞更是将之定性为宗教侮辱,事件的热度甚至超过前几天缅军在果敢集体投降,事件引发了缅甸僧人的集体愤怒。 曼德勒地区一百多名僧人和数百名群众便手持标语走上街头抗议,即便是在同盟军发布道歉公告后,仰光地区仍有大量僧人走上街头抗议。 为何一座小小的佛塔能在缅甸掀起如此大的波浪,此次事件又会给同盟军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? 同盟军方面,火速发布道歉声明,然而数欲敬而封不止,一些基层宣传人员和支持者仍然宣传同盟军砸的是震撼塔,下面埋着数千同盟军烈士的遗骸,而且还压住了汉族的龙脉。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? 众所周知,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,封建王朝时期,不论是缅族还是胆族主宰缅甸都大力推广佛教,使得佛教成为缅甸老百姓的主流信仰。 贬损佛教造成的恶果,其实已有前车之鉴。 英国殖民时期,强行推行基督教,打击佛教僧企,想从精神上奴役缅甸人,进而瓦解抵抗,殖民者故意不穿鞋进入寺庙,还以种种举动羞辱僧企,最终导致僧人反抗,他们成立了一个佛教保卫组织,佛教青年会,并迅速发展壮大。 僧人们扛起了反对侵略,要求民族独立的大旗,反抗英国殖民者,高僧吴德玛等人散发传单,发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,带动许多僧人和老百姓也加入独立运动。 另一位高僧吴维沙拉,因参加抗议活动被逮捕,最终在监狱中绝食66天后去世,他的死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应浪潮。 吴维德玛和吴维沙拉都被缅甸人视为民族英雄。 还在开展革命活动的孙中山,曾经人介绍拜访过吴维德玛,当面向其请教开展民族独立斗争的经验,后来还邀请他到中国各地游览。 缅甸独立后的首位总理乌努也是名虔诚的佛教徒,他在1961年出台国家宗教法,将佛教定为国教。 但由于殖民原因,在克钦和克伦族中有不少信仰基督教的人。 吴努导致民族矛盾进一步加深,原本没有什么号召力的克钦族抵抗组织,在此背景下建立了克钦独立军,并获得了许多支持者。 缅甸统治者不惜以引发宗教冲突为代价,执意要加强佛教的地位,就是要获得佛教的支持,使各项事业能够顺利推行,这也能够说明佛教在缅甸的影响力有多大。 这次破坏行为是在一场冲突中发生的,同盟军在与政府军的冲突中意外或有意破坏了这座佛塔,在缅甸,佛教是社会生活的核心,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与佛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。 佛塔的破坏立即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,僧侣和信徒们纷纷走上街头,进行和平抗议,表达对这行为的强烈不满,社会媒体上也充斥着对事件的讨论,许多人谴责这一行为,认为它破坏了国家的宗教和文化遗产,与此同时,缅甸军政府对此事件也做出了强烈的反应。 政府官员公开谴责同盟军的行为,称其为对国家统一和宗教和谐的威胁,政府还利用这一事件作为打击反政府武装的借口,加强了对同盟军的军事行动,在国际舞台上,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。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对这一事件表示关注,并呼吁保护宗教和文化遗产。 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缅甸的国内政治,也影响了其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,同盟军对此事件的回应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 他们发布了一份声明,对破坏佛塔的行为表示道歉,并解释称这是一次意外,他们并无意破坏这座佛塔,这一声明并未能平息公众的愤怒。 许多人认为这是对佛教信仰的侮辱,是对缅甸文化的不尊重。 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,缅甸同盟军破坏佛塔事件达到了高潮。 民众的抗议活动日益增多,呼声愈发高涨,僧侣和信众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和平集会,不仅在缅甸国内,甚至在海外的缅甸社区也能看到支持的声音。 这些集会不仅是对佛塔被破坏的哀悼,也成为了反对军政府和同盟军暴行的平台。 同时,缅甸军政府利用这一事件加强了对同盟军的打压,军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战,试图将同盟军描绘成国家的叛徒和宗教的敌人。 这一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民众的支持,加深了同盟军在民众心中的负面形象。 同盟军也不甘示弱,他们加强了对自身行动的宣传,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澄清事实,减轻公众的愤怒。 他们强调,佛塔的破坏是战争的副产品,是无意之举,并非故以为之。 同盟军还试图通过社区服务和援助活动来修复其受损的公众形象,但这些努力的成效有限。 此外,国际社会的介入也为事件增添了新的维度。 国际人权组织和宗教自由倡导者开始密切关注缅甸的宗教自由状况,并对缅甸政府和同盟军双方的行为提出批评。 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考虑对缅甸实施经济制裁或其他压力手段,以促使双方缓和冲突,保护宗教和文化遗产。 这一连串事件不仅在缅甸国内引发了深刻的反思,也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广泛关注,人们开始更加深入地探讨宗教、文化遗产的保护,以及在冲突中保持人文价值的重要性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缅甸同盟军破坏佛塔事件逐渐走向了结局,虽然这一事件激发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和强烈情感,但随着双方的不断沟通和外界的介入,局势开始趋于缓和。 同盟军在国际压力和内部反思的双重作用下,开始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弥补其行为造成的影响,他们不仅重申了对破坏佛塔事件的道歉,还承诺参与佛塔的重建工作,并在未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。 这一行为虽然不能完全挽回公众的信任,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紧张氛围。 与此同时,缅甸政府也开始重新评估其对同盟军的策略,在国际社会的劝说和国内民众的期待下,政府逐渐减少了对同盟军的军事打击,转而寻求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争端。 2021年2月1日,娘来发动政变,她是想当然地认为她手握军权,有各方面的势力的支持,她去夺权,老百姓也就是呐喊而已,但是她错误地判断了缅甸这个形势,她,打压同盟军,迫使同盟军被逼得去扶持若开军和德昂军。 同盟军前身就是彭家生领导的,彭家生在2009年之前已经赚了大笔的财富,他们有资金的实力,支持若开和德昂军,要不然这二位兄弟为什么这么卖力? 这也是米昂来及缅北四大家族没有想到的。 米昂来扶植了四大家族。 四大家族就去发展电炸,跟中国人民去作对,半年前,中方要求他们去打击电炸。 米昂来认为,应付了事,就完事大吉,四大家族也是这么认为的,以为这事就会不了了之,他们严重地判断错误,之后四大家族就被彻底地给剿灭,虽然现在还在通缉当中,但相信在不远的将来,还是会得到正义的审判,会被押送到中国啊。 我们看到同盟军摧枯拉朽,除了同盟军团结一心,实际上最主要的是缅军自身原因,缅军大量的基层官兵是不愿意打仗,因为我们知道在缅甸大量的华人是不太愿意参军的。 我们华人还是愿意去经商,主动愿意去当兵的人还是非常少,这是华人世界在缅甸的一个基本的现实,所以同盟军的兵力实际并不多,同盟军缴获了那么多的武器弹药,现在是武器多了人少,而人民国防军使人多枪少,同盟军和联军之间就是完全的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合。 如果米昂来还不认清形势,只会加速垮台。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,同盟军高层发出了明文规定,禁止破坏任何宗教建筑,并对基层人员进行严格管理,他们加强了对宗教建筑的保护措施。 确保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不再受到破坏。 最后,我们开始反思这个事件发生背后的原因,首先,缅甸是一个崇信佛教的国家,僧侣在缅甸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,其次,同盟军与缅军的冲突也是导致这一事件的重要因素。 最后,这座佛塔修建的时间以及位置等都具有很强的特殊性,对同盟军来说具有很强的敏感性,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,最终导致了这场轩然大波。